这个春假我跟哈佛大学的女生水球队去北加州比赛 我们分别跟了五个在加州不同的大学水球队比赛 我们飞到加州后就转车去很多不同的校园比赛 我们是在星期四坐飞机到达旧金山的 星期五我们坐车到Davis 我们跟UC Davis的水球队比赛 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领先 但是到最后我们却输了 星期六我们去到Santa Clara University跟他们比赛 我们在最后的延长赛中赢了 星期一我们又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达Fresno 我们是在星期二跟Fresno State的水球队比赛 我们赢得胜利 星期三我们又回到Santa Clara 星期四我们就跟Sant Jose State比赛 我们赢了 最后一场比赛是在星期六跟史丹佛大学的水球队比赛 史丹佛大学的水球队打得很好 我们球队也在春假中找到机会去看加州的勇士篮球队的比赛 我的水球教练和我都很喜欢看篮球比赛 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一直叫喊和欢呼 我是从加州到波士顿的 我家住在北加州 星期五跟UC Davis比赛后 我有机会回家看我的家人和小狗 我也趁机会迟到了我妈妈煮的饭菜 我的姐姐哥哥阿姨和叔叔在这一星期中也去看了我的水球比赛 我的哥哥在这之前没看过我打水球 他说我打得很好 他很感动 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的家人都能来看我比赛 我很高兴能见到我的家人 我觉得除了见到我的家人 这个春假的另一个良点 就是我一直都在吃很好吃的食物 总结我的春假就是打水球 吃好吃的食物和睡觉 虽然这个春假我觉得过得很累 但是很高兴我有机会回到加州晒到太阳 我的皮肤有一点晒伤 可是我觉得很滑得来 可惜我的春假就这么快的过去了 我又要回到很冷的波士顿去了 让你学说 特别人 谢谢大家